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国顶尖研究公司CBM 在证券行业的和冬天中停止运营的震撼性消息 CBM因财务压力和北京对非法行为的打击 而被迫暂停运营 这是证券行业面临的最新挑战 公司首席执行官屈臣向员工发出无薪休假的通知 并承诺在此期间保持员工的就业状态和福利 CBM的资金困境源于客户延迟付款和销售额下降 加上中国证监会对管理费用设置上线 给共同基金公司带来巨大收入损失 中国证券市场的疲软和股市低迷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 CBM的停运反映了整个行业面临的深层问题 显示出投资者信心的缺失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的夏天上海的金融区陷入了一片沉寂 这里曾经是中国证券行业的心脏地带 如今却弥漫着浓厚的危机感 中国顶尖研究公司CBM突然宣布暂停运营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炸弹 引发了业内的一片哗然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CBM集团作为中国顶尖共同基金公司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 因为财务压力而不得不停下脚步 北京当局近来对非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 更是加重了证券行业的负担 CBM的首席执行官屈臣在给员工的一封信中提到 所有员工将被安排无薪休假 直到公司能够度过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 这封信发出于8月5日 屈臣在信中写道 公司必须做出这一艰难决定以降低成本 他强调 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和冬天 因为一些经济客户无法清算他们的应付账款 在这封信中 屈臣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重启时间表 这让员工们陷入了更加深的困惑和不安 上海中城财富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李一凡 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 CBM成为了一系列不良反应的受害者 因为资产管理和经济行业受到经济放缓 和股市低迷的打击 他进一步分析到 证券行业员工的士气似乎很低 基金经理 分析师和交易员要重新获得 对股市场的信心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悲观的情绪似乎在整个行业蔓延 让人不禁担心这场合冬天何时才能结束 尽管公司暂停运营 屈臣在信中强调员工的就业状态将保持不变 他还承诺公司将继续为员工的养老金 和公积金账户缴纳费用 然而 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安抚员工的心 还是个未知数 据两位知情的基金经理透露 CBM的资金紧张是因为客户延迟付款 和销售额下降所致 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财务困境 这场危机的背景还要追溯到2023年7月 那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 共同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上限 设置为1.2%相比之前的费用 这使基金公司损失了约200亿元人民币 约28亿美元的收入 从而削减了他们在研究报告上的支出 这一政策的出台 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 CBM雪上加霜 根据位于湖北省省会武汉的 投资银行天峰证券的数据显示 中国共同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 在2022年平均为1.42% 在2021年为1.41% 这些数据无不显示出 行业内部的压力与挑战 CBM自2005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进行经济研究 研究商品市场 分析关键行业 并提供投资建议 然而 这些传统的业务模式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似乎难以为继 中国顶尖的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中国丰收 是CBM的客户之一 这家公司 还是中国顶尖金融媒体财新网的合作伙伴 财新网编制了包括财新采购经理指数 在内的经济指标 这是一个衡量中国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 然而 这些顶尖的合作关系 并未能帮助CBM度过这场危机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股市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催化剂 因为国内经济面临消费疲软 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逆风 投资者将重点转向增长前景 和企业收益 国家干预引发的反弹失去动力后 对股票的需求也在减少 自5月高点以来 沪深300指数下跌了近10% 这样的市场环境 无意对经济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低迷的股市对经济行业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 该行业已经面临新股发行监管收紧 和政府要求减薪的压力 51家中国上市经济公司 在第一季度的平均利润 同比下降了23% 因为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减少 去年 该行业连续第二年减薪 前10家公司减薪幅度 从1.2%到27%不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 CEBM的困境 不仅仅是个别公司的问题 而是整个行业危机的一个缩影 CEBM的停摆 无意为这场证券行业的和冬天 增添了更多的阴霾 然而 屈臣和他的员工们 依然在努力寻找出路 尽管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他们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能够迎来黎明的曙光 在这个寒冬中 每一个坚守者 都在为那一缕光明而奋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CEBM集团 是一家在中国极具生育的研究公司 主要为共同基金公司 以及其他金融机构 提供深入的市场和经济分析 近期 由于财务压力 该公司宣布暂停运营 并安排所有员工进行无薪休假 这一决定反映了中国证券行业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 CBM财务困境源于多方面因素 首先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特别是对非法行为的打击 证券行业的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这包括对共同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设置上限 该上限于2023年7月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置为1.2%较之前的平均费用 有大幅下降 据天峰证券的数据 这一变动使基金公司损失了约200亿元人民币 28亿美元的收入 从而削减了他们在研究报告上的支出 除此之外 CBM还面临着客户延迟付款和销售额下降的问题 由于经济放缓和股市低迷 涉及到的经济客户无法及时清算应付账款 进一步加剧了CBM的资金压力 这些问题使得CBM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 以降低成本 希望能够度过这个被称谓和冬天的挑战期 值得注意的是 CBM在其运营期间 为众多顶尖共同基金公司提供了高质量的经济研究和市场分析 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 总部位于上海拥有约50名员工 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CBM在商品市场研究 关键行业分析和投资建议方面 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其客户包括中国丰收这样的顶尖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并与财新网等顶尖金融媒体合作 编制了财新采购经理指数等重要经济指标 然而 随着中国股市的低迷 市场对股票的需求减少 基金经理 分析师 和交易员 重新获得对股市场的信心需要时间 自2023年5月以来 虎深300指数下跌了近百分之十 这对经济行业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在政府要求减薪和新股发行 监管收紧的压力下 51家中国上市经济公司 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利润 同比下降了23% 这一连续第二年的减薪趋势 前十家公司减薪幅度 从1.2%到27%不等 总体来看 CBM的暂停运营 是中国证券行业面临困难的缩影 随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政策的变动 金融机构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 虽然目前 CEBM尚未提供具体的恢复运营时间表 但公司承诺将继续为员工支付养老金和公积金 希望在金融环境好转后 能够重新恢复其业务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CBM在中国证券行业的 和冬天中停止运营 首先 我们要明白 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 打击非法行为 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就像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思想强调法制和制度 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国家 证券行业的奢侈行为 和不正当操作 犹如在大庙里跳舞的罪鬼 不管怎么看都不合适 啊哈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贾府 贾府的故事告诉我们 过度严苛的措施 只会让人更加困难 CEBM的倒闭 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 而是因为政策的突然变化 像是让跑马的人 突然在赛道上遇到了一堵墙 这样的政策 不是把市场逼进深渊吗 哈哈 谢琪琪 你这么一说 我都想到了一个笑话 一个人抱怨他家里的地板太滑 结果朋友建议他把地板拆了 这样就不会滑倒了 政策的变化虽然带来短期的不变 但正是这些措施 才能长远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 就像汉武帝消翻 短痛换来的却是大汉的长治久安 CEBM的困境只是暂时的 市场会逐渐适应并调整 楚天书 你真会用笑话呀 但现实可比笑话残酷多了 你说市场会适应 但在这适应的过程中 多少企业会倒下 多少人会失业 就像当年秦国灭六国 最终的统一是以多少人的流血为代价的 CEBM的倒闭 对于那些依赖他们研究报告的 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哈哈谢琪琪 你这么一说 我又想到一个经典的中国成语 大浪淘沙 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和人才会在这场风暴中脱颖而出 而那些依赖补贴和政策的企业 终究会被淘汰 CEBM只是这场大浪中的一颗小石子 行业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 短期的阵痛换来的是长期的繁荣 就像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却为后来的勤末农民起义开了个好头 楚天说 你真是诗情画意啊 可惜现实中的痛苦并不是诗词能解决的 企业的倒闭和员工的失业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困难 就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 他们的反抗是因为生活所迫 无奈之举 CEBM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不是不努力 而是政策的突然变化 让他们无法维持运营 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市场更加脆弱 而不是更加健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听众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寒冬中的寒冬了 中国顶尖研究公司CEBM在证券行业的和冬天中停止运营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CEBM集团,这家专为中国顶尖共同基金公司提供服务的研究公司 居然因为财务压力暂停运营 这情况就像一个原来摆满美食的餐桌 突然变得空空如也 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屈臣 简直像是带着一把大锤 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 所有员工将被安排无薪休假 直到公司能够度过当前的动荡局面 这就好比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我们暂时没钱了 请大家自求多福 屈臣还说 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和冬天 因为一些经济客户无法清算他们的应付账款 哇哦,这就像是经济客户欠了太多钱 人工智能都帮不了他们清算 不过,这位忠诚财富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李依凡说的也没错 CEBM成为了一系列不良反应的受害者 因为资产管理和经济行业受到经济放缓和股市低迷的打击 就像是一个多米诺股牌效应 经济放缓,股市低迷,最后大家一起到 证券行业员工的士气低迷,这就像是大家都在一艘药尘的船上 还得想办法重新获得信心 CEBM的资金紧张问题 可不仅仅是因为客户延迟付款和销售额下降 原来,中国证监会去年还对共同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设置了上限 让基金公司损失了约2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这样一来,研究报告的支出自然也得血减 这个上限设定在1.2%相比之前的1.42% 这就像是让一个大胖子突然减肥到股瘦如柴 谁受得了?CEBM成立于2005年 有着约50名员工 这些员工现在也只有默默等待公司度过寒冬 不过,他们还算幸运 至少就业状态没有变化 养老金和公积金也没被停 想想看,在这样的艰难时期 能有这样的保障也是不错了 中国股市现在真的是在找寻新的催化剂 因为国内经济面临消费疲软 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密封 就像是天气寒冷 大家都动得不想动 股市也在努力寻找一个暖炉 不过,随着投资者将重点转向增长前景和企业收益 国家干预引发的反弹失去动力后 对股票的需求也在减少 从5月高点以来 沪深300指数下跌了近10% 这就像是从山顶滚下来的雪球 越滚越大,越来越难停 低迷的股市对经济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行业本来就面临新股发行监管收紧 和政府要求减薪的压力 51家中国上市经济公司在第一季度的平均利润 同比下降了23%,因为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减少 去年,该行业连续第二年减薪 前10家公司减薪幅度 从1.2%到27%不等 这情景就像是本来吃的不饱 还被要求结实,真是苦不堪言 总结来说,这场和冬天真的让人看不见春天的曙光 CEBM的停止运营只是冰山一角 整个证券行业都在经历寒冬 不过,寒冬过后希望能迎来春天 让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吧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华尔街、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